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当你听他说 他的对线细节转转思路一点没问题 要不是队友坑他 秦色仙女 啥呢 这个 你的背包 背到现在还没拉 导演我能骂人吗 你有这时间骂人 你不如多补俩兵 多杀俩个人 你说是不是 最后双方已经是意识模糊了 神志不清了 我要是这种我也意识模糊 神志不清 最后Rookie甚至都忘了买出门装了 导演这个时候比的 游戏生活两不误 猴哥吐槽有深度 哈喽 兄弟们 我是英雄联盟主播 孙悟空 蓝莲汉 这是一档不知道和英雄联盟有没有关系的节目 猴哥搬茶室 要不来看一下都有哪些有意思的新闻啊 福州曼陵州店将圣排骨回收后再给客人吃 导演我能骂人不 不能啊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下一条吧 要不来看下一条啊 重庆一女子加班太晚 缺席公司周末春游 被通报寄矿工一天 公司带你出去玩 你不要不知好歹 要不然就寄你矿工一天 要不来看下一条啊 飞客透露尚未达到最佳状态 尊重和信任主教练的选择 兄弟们 爷的青春反复横跳 到底还能不能回来了 要不来看下一条啊 清华大学开设摩鱼学导论课程 上班工作领工资 其实不是你赚了 上班工作摩鱼还领工资 才是你真的赚了 要不来看下一条啊 厄长特韩服排位胜率登顶了 英雄确实是好英雄啊 就是玩多了可能会影响我在这个观众心目中的心 所以我还是不玩它了 让我们来看下一条 冰岛火山活动剧烈或影响英雄联盟即中在举办 要我说要不就直接来国内办得了 然后我们夺冠了直接奖杯就留下了 多好 让我们来看下一条啊 UJI直播透露或转型手游主播 物资到底是不是永远的神 让我们拭目以待 每当你听他说 他的对线细节团乱思路一点没问题 要不是队友坑他又会怎样陷入这样的困局 无论说啥你都准备迎接长达数小时的 一样怪气 排位你被坑了真的跟我没有任何任何关系 不要再和我联系 不要觉得我是黑卷 酸了半天又够不到我地脚尖 你说你已经上到钻石 他觉得你这都运气 换他他早就成了大师 还说都是实力 我反手掏出手机 让他看到我的对战记录八卦MVP 你看你还有什么资格 把我妒忌 把我妒忌 弱者才会把问题全都给队友去记录 强者输了那又怎样 再来一把加大力度 弱者才会把问题全都给队友去记录 强者输了那又怎样 强者强者是啥 是心态 总有兄弟问我 猴哥我平时看你直播 你怎么就不骂音不挂机呢 是不是没脾气 还是说已经皈依我佛了 开玩笑兄弟 我呢不可能出家的 另外我也不是没有脾气 只能说我有一个好的心态和斗志 这两个缺一不可 生气 那是因为别人做错了事情 既然是别人做错了事 那我们就没有生气的理由 你说是不是 那又有兄弟要说了 但是你自己掉分了呀 这就要说到心态好这个问题了 我相信只要一个人 他够技术好 不上市斗志 那么上分吧 其实是迟早的事情 你有这时间骂人 你不如多补俩兵 多三两个人 你说是不是 挂机呢 那就更不可能挂机了 最近老干爹打伊斯大 早期那么大劣势 他不一样翻盘了吗 就是赢在心态好上来 顺风局你说谁不会打呀 一个队伍他烈不厉害 主要其实呢 你得看会不会打逆风局 老干爹这两场呢 发挥的就不错啊 值得表扬 伊斯大的问题呢 就在出现了优势 想折磨对手 结果把解说观众 队友全折磨了一遍 老垂死了 老点遇到了 其实我还挺喜欢打逆风局的啊 逆风局获胜 才是最爽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我还给这对线呢 然后结果对手都点了 四个人也不问我 要一点存在感也没有 所以为啥我不挂机呢 第一 我喜欢逆风翻盘的感觉 第二呢 就是 挂机呢 有可能会被人给举报 兄弟们 挂机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然后你还要被封号 所以大家都不要挂机 另外LPL春季常规赛也结束了 我还挺看好 他被冠军线 真不是我奶啊 真不是我奶 如果奶反了 大家也别怪我啊 因为上次 涛博对BLG早期劣势 也是敢打敢拼 这就是强者该有的风格 我说实话 这都S11了 有优势就轻敌大意 然后消极防守 等待对方犯错的打法 其实现在已经不定用了啊 比赛不重拳出击 那你就只能看别人脸色形式 这也是BLG 两码都有优势 最后输了的最大原因 我觉得啊 说起敢打敢拼的勇气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S8时期 ID对上KT 那场决胜军 阿水堵上 直野生涯的一个闪现 这一轮比赛啊 看的是相当的精彩 相当的夜雪沸腾 我建议这个没看过的轻机 他去看一下的 当时IG领先两局 然后又被连班两分 比分变成二边 最后双方已经是这个意识模糊了 神志不清了 我要是这种 我也意识模糊 神志不清 最后 Rookie 甚至都忘了买出门装了 Rookie 没买装备吗 没买装备 大人这个时候呢 比的不是技术了 已经 已经就是 是心态了 要不然说 为他NBA 关键时刻 带领队伍 拿下胜利的人 他叫大心脏 大心脏 因为是心态第一 阿水的这个闪现呢 要是失败了 那是要被指效一辈子的 那可不是闪现送银头了 那是何止是送银头 还是把LPL 第一个冠军 估计也就直接快递送上门了 不过最后啊 因为这个闪现 阿水让全世界的玩家 都记住了他的ID 其实看别人打逆风局 或者是我自己打逆风局 对我来说啊 它已经不是一局 简简单单的游戏了 它更是给了我一个 直面面对困难的 坚持到底的勇气 我做主播 其实也不是一上来就火了的 刚开始做的时候呢 也没有几个人看 能坚持到今天 最关键的就是相信自己 然后就是坚持到底 当时我就感觉我的直播 是能给观众带来快乐的 所以我就认为 自己是能把直播做好的 问题就在于这个事情 还要坚持多久 我自己心里是没有底的 也许我还没有火了 英雄联盟就已经过气了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就尴尬了 不过我也运气不错 抓住了机会 其实吧 很多事就是这样 你要确定你自己做的是对的 然后摆正心态 坚持到底 另外最后我还是要感谢一下 支持我的粉丝们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给大家一个心吧 给大家一个心 最后要么来看看粉丝们都给我提了一些 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猴哥 你最拿手的歌是什么 能唱来听听吗 这个 准备好啊 我最拿手的歌是 给你来说你的背包吧 你的背包 背到现在还没来 直到现在 你还不还给我 千金不还 差不多了 要么来看下一个问题 猴哥 我们很多粉丝都想看你跳极乐净土 啥时候能安排一下 到底有多少人想看 弹幕可以刷一下 要是真有这么多人想看的话 到时候我们可以安排一步 要么来看下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套非常漂亮的JK JK JK J 如果有一套非常漂亮的JK制服 你一下会说上制服啊 你会买给自己还是买给嫂子穿 我觉得你们嫂子会希望我穿 要么来看下一个问题啊 猴哥你好 如果我想学习上单的对线技巧 应该看谁直播呢 这还用问呢 学技术 当然上抖鱼 四七五二五二 在这里也给大家提前透露一下 下一期我们将邀请一个超强的上单选手 做客我们猴哥观察室 一起拭目以待吧 要么来看下一个问题啊 猴哥猴哥 你是不是有特殊的减肥技巧 我看你怎么这么瘦 多吃水果 多吃肉 你和我一样瘦 要么来看下一个问题 猴哥猴哥 你最喜欢的女性英雄是谁啊 女性英雄啊 有了 有了 这个 琴瑟仙女 刹那 这个 因为你们少的啊 比较喜欢玩琴女 所以我也比较喜欢琴女 好下一个问题 猴哥猴哥 克隆模式你有推荐的英雄吗 我特别喜欢克隆模式 听我的啊 克隆模式优秘 最强英雄 一定要选 一定要玩优秘 嗯 不管游戏赢不赢 猴哥吐槽不会停 下期猴哥观察室 咱们继续唠嗑 给大家一个啵啵 就不忍心 我 中文兄弟 我都不忍心啊 来 游戏 游戏 你不要说话 我没问 没问你 我自己来就 排位胜率登顶了